一辆车停在国道路间更夸张的是 仔细看车后轮旁边横躺着一名男子 用左手当枕头垫在头下面开始呼呼大睡 但老兄这里是国道不是你家耶 你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吧 几分钟后国道警察开红斑马上去关切 赶快叫醒这名男子要他别睡了 结果发现他全身酒气 骑身后还站不稳真个人靠着护栏 更别说刚刚把马路当床 崔起酒侧发现他酒侧值0.78毫克 纠罪路倒常见 但纠后开车开到睡国道 真的是忙到不要命 事发在中秋连假第三天 凌晨3点多地点就在国道1号北上 靠近虎尾路段 警方查出这名离谱驾驶 是33岁的蔡姓男子 19号从台中跑到云林 找朋友聚会喝酒 喝到隔天凌晨还开车回台中 到底有多爱拎 也把命堵下去 开单也只用了几分钟而已 触犯公共危险罪行为坦诚不为 本大队依罚移送云林地检 侦办储新台币3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完 不只喝醉上路要罚 将车乱停在国道路间 下车税大头叫 还要再罚3到6千元 猜新驾驶也被扣车 并掉扣驾照 鼓励大家酒后不开车 才能一觉到天亮 但不是一觉到天堂 TVBS新闻蔡索尼 吕正诚罗卫星云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